我们再来谈一下 吴佩英你好像前两天 你有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专门讨论居住正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也是 7月16号游行关心的问题 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个问题 就是中央政府在蔡英文八年前选举 曾经有过一个8年20万户的 社会住宅的目标 这个目标现在执行的情况怎么样 另外一个是柯文哲 8年以前有提出过一个 在台北建5万个社会住宅的目标 这个目标执行的情况怎么样的 一个讨论 那你当时记者会主要讨论这两个问题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情况 其实台湾的社会住宅 我们一直要去拼的是 要达到先进国家 社宅存量至少是5% 5% 其实这不算高 这是最基本值 但我们到今天没有达标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社宅的起步非常非常的晚 我们是2016年 小英总统当总统之后 宣布说8年20万户 我们才开始起跑 所以我们社宅的整个政策的起跑 比其他邻近国家都晚太多 所以我们是不断地在追管这个目标 那天在记者会上面我要讲的是 其实台北市柯文一直标榜说 他社宅是盖最多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确实要给予他肯定 台北市的社宅是盖最多的 没有错 但是这个我对他不能接受一点是 他在716大游行上面讲说 社宅的政策基本上 他提出三个原则 就是大力改 大力改 大力来补 但是柯文哲在他市长任期的 第二任的时候 第二任期的时候 原先当时他当市长的时候的承诺 是8年5万户 实际上我们是有办法继续去规划 即便是落后的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台北市的土地取得整合 真的相当的困难 因为每一笔我们要盖社宅的资料 我们市议会都有审查都看过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都发局 这些公务部门的 这些公务员们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在做土地的协调 然后还要地方的沟通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说 8年5万户 靠着你没有达标 你太烂了来批评他 他做了1万2千户 对这个1万2千户是规划 规划中 实际上盖好 现在大概是6千至7千户 也就是可以入住的 大概6千到7千户 而且好像是1万2千户是 1万2千户的租金是4万块 对那个是中间出现了一个 租金的问题 这我等会讲 那柯文哲到市长 第二个任期的时候 他就说社宅他不盖了 基本上就是说 他规划到这边 他就不继续盖了 他说我们要停停看 他很会用他的这个话 所以他说我们要停停看 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社宅到底要怎么走 那么又用他最爱用的修辞 就是说因为盖下去 我们这个恐怕再留子孙 意思就是说 就是简单讲 就是我社宅 我不想再盖了 因为我觉得太花钱了 简单讲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在市议会 各个文明镜党团 还有很多像阿密尔等等 年轻议员 跟柯文哲 跟瓜吉也是 都有过很强烈的言辞辩论 因为我们会认为 哇你这个政策完全大转弯 我们今天不是批评你说 柯文哲你社宅为什么 每个人要8万户 不是而是柯文哲 你为什么竟然开始说 社宅不要再继续盖了 你为什么说要停下来 你可以往前走 我们追不上 我们设定目标 是希望可以尽力去达到 差了一点点 没有人会怪你 因为你很努力在做 但是你却转弯了 可是他市长卸任之后 到参选总统 参加游行上凯道 知道现场年轻人 都是关心居住争议 他去现场可以改口讲说 那我社宅就是要大力盖 我觉得这时候我最不能接受 就我们讲说 柯文哲你包牌 对不对 那你大力盖 你在市长任内的时候 为什么不大力盖 你为什么当时告诉我们说 我不盖 因为我怕会再留子孙 这个你完全 你说的跟你做 这言行是互相抵触的 对 那民进党的执政之后 其实社会住宅政策 我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他其实基本上 权责单位应该在地方政府 就是你盖房子 这是独发局的业务 但是中央必须要参与协助什么呢 比方说有些比方说国防部的用地 国防部在中正网很多空地 国防部的用地 如果可以跟我们室友的土地来整合 这个地方可以来盖社宅 中央要来协助这个土地的协调跟取得 然后包括了这个预算的补助 比方说以台北市来说 八年来社宅 我们柯文哲盖社宅 中央补助了45亿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不要去分 因为本来我们很多的政策 比如说长照 中央编了300亿 难道通通是卫福部 来台北市开长照据点吗 不可能 中央编运算出来 然后有一个大的政策方向 它执行的权责单位 在地方政府 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去分说 我们今天如果是为了 要达成居住阵 不需要去分说 这社宅是谁盖的 这是谁的功劳 其实这就是一个 整体的国家的政策 我们应该要去继续走的方向 是第一个坚持的 社宅一定要继续新建 这个没有什么 债留子孙的问题 它本来就是一部分 是为了要来照顾弱势 因为我们有30%是弱势户 其他是一般户 它是一定程度的 社会福利政策 本来就是编公共预算 来做公共支出 这个社会福利 没有债留子孙的问题 你如果每个都要用这个来计算 柯文哲觉得说 我花这么多钱 来取得土地来盖房子 最后这个社宅的租金回来 我没有达到100%的滞长率 就是说我收的租金 跟我付出的成本 两个没有办法相符的时候 他觉得我盖这个社宅 很不合 这个观念就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福利支出 你本来就是政府要支出的 你根本不应该想 拿社宅来赚钱 所以才会出现台北市 柯文哲才会有4万块钱 有4万块钱 那种问题 对 但是我以为中央政府 给地方政府盖社宅 一直是有一些补贴的 是啊 而且说是 什么利息 你借钱来盖社宅的利息 中央政府也是给补贴的 也有融资的补助 包含了土地取得融资的补助 然后以及中央的预算 这个本来是各个县市 那会依据各个县市财政能力的不同 比如说台北市 我们因为算是财政能力比较好的 那在非六都的这些县市 那中央可能就会补助更多 这个不只是社宅来 在我们所有的政策里面 都是这个样子 对 比如说长照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今天要推动 像我们前阵人在讲的是 要推动公共厕所的改建 这个也是中央有个大的政策 然后预算会补助各个县市 那非六都的县市 一定是补助比较多的 对 我是觉得中央政府 是不是应该在这政策上 采取一个能够鼓励六都 多盖设宅的政策 比方说你盖了第一个一万 一万套设宅 我给你多少补助 你盖到第二个一万套 我就给你提高补助的百分比 盖到第三个一万套 再增加补助的百分比 你盖的越多 我补助的越多 我觉得这样也许是可以鼓励 像类似柯文哲的这种说法 我盖的越多 我市政府可能赔钱的越多 因为我盖出去了以后 我收的租金是不够我成本的 是 所以最近我们在讨论说 这个社会住宅的入住 应该要采用轮后制 它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社宅都是 我盖好之后 然后我政府上网公告 比如说我这个社宅 假设提供200户好了 要想入住的人大家来登记 然后我们再来抽签 中签率非常低 台北市6%多而已 没有抽到的 大家就这一组人结散 下次我下一个社宅盖好了 我公告之后 想要住的人再来登记 变成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 他从来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想要住社宅 所以其实没有这个说 一定的民意的支持度跟压力 去要求说 地方政府说你社宅一定要继续盖 一定要赶快盖 所以我们现在采取 是参考其他国家的 采用轮后制 它用轮跟后 意思就是说 现在所有台北市想要住社宅 又符合我这些资格条件的 通通来登记 我可能一登记 好像十几万户下去 那我政府就有一个压力 我至少要盖出多少的社宅 这样有办法去符合 这个民众的需求 然后我是按照什么样的次序 来排队的 所以年轻人去登记社宅 我这次抽不到 没关系 可是我大概知道 我的排序在第几轮 我大概知道 我也许明年我们就会再盖好多少 后年就盖好多少 我也许是排到 也许两年之后 我按照看到这个次序 两年之后 我就有机会入租社宅 那我自己就用去做我的人生亚的规划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说 我到底哪一天会跟中乐透一样 哪一天突然中乐透了 可以住社宅了 我觉得你讲的完全正确 这个制度确实是很容易改 因为我知道香港和新加坡 都是像你讲的这个制度 香港一般年轻人 要申请设宅的话 一般排队要大概八年左右 但是你必须你先登记了 你知道你排到第几年了 你大概后面还要登几年 你这个排队的前后秩序 你是有先来后到 你有一个先来后到 所以你台北市政府也好 你应该建立一个先来后到的机制 现在网络设计一个软件就可以了 很容易 你很多人 你16岁你还没有资格去登记 等到你20岁你有资格去登记的 你就先去排队 大家都有一个先来后到 然后我相信 这个登记的人数出来之后 不管哪一个市长 就会不敢像当年柯文哲一样 轻易的讲说 社宅我不想再盖了 你后面还排了十几万人在那边 你怎么会敢随便说你社宅不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要把民众的需求 民众需求绝对是在的 但是我们要把它具体化出来 去给所有的首长这样的压力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全国的网络 说我可以排 但我没排到台北的 我排到高雄了 我就移民到高雄去工作 你说各县市这样 大家就会来竞争 来自己的争取 起码到桃园 因为现在台北的人 移民到桃园住的很多 我就是 他从台北搬到桃园 我如果年轻人的话 我登记 我可以参加全国的网络 我在台北 申请社宅可能要排四年 但是我桃园一年就排上了 我可能就移民到桃园去住了吗 这个因为目前社宅的申请 还是要户籍的 因为我们还是以市民优先 所以假设有这样子 我觉得要去参考一下 一定有其他国家案例 可以给予我们参考 比如说他社宅必须要打多久之后 能够来去登记 我想这个是应该可以找一些案例来参考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